为了庄稼有收成 野猪还是要驱赶 他便在庄稼地里搭着棚子 晚上点燃火堆 甚至放鞭炮驱赶野猪 同时他向记者表示 2万元罚款自己已经交了 20万元生态资源损失费 目前也已交了一部分 对于这次案件的判决 很多网友提出了质疑 认为处罚过重 也有人说村民在遭受野猪损害庄稼时 可以向政府申请赔偿 没必要杀野猪 为何村民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自己杀野猪 嗨科普啦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村民养猎狗驱赶野猪 误杀班林到底该不该罚 事情还得从野猪说起 今年野猪泛滥的新闻 是一波接一波 就没有消停过 但其实野猪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 早在十几年前 四川一些郊区就有野猪偷吃庄稼了 居住在广源市望苍县一个山村里的村民 刘德华 平日以种土豆和玉米为生 随着野猪越来越多 经常到田里破坏庄稼 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2010年9月 为了猎捕野猪 刘德华在当地一条小路上 安放了自制的简易钢丝裂套 等到几天后去查看时 却发现捕猎到了一只灰羊子 但尸体已经腐烂发臭 刘德华就用随身携带的弯刀 将斑林的头砍下来 但回家准备做衣服钩 剩余腐烂的斑林尸体留在原地 野猪没抓着 还在不断破坏庄稼 刘德华就专门养起了三条猎狗 用来看家护院 驱赶野猪 谁知道2016年到2018年的三年时间里 猎狗又相继咬死了三只斑林 刘德华不以为 这件事在当地的村民中流传开来 很快受到警方的关注和调查 刘德华感到很冤枉 他并不知道 原来平时常见的灰羊子 居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而且他也不是故意要杀害班林的 最终这位老实芭蕉的农民 还是坦然认罪了 在2020年年底 法院宣判刘德华犯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并为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同时赔偿因犯罪行为 导致的生态资源损失费20万元 听说了这位村民的遭遇后 很多网友都愤愤不平 认为判罚非常不合理 其实争论的焦点有两个 一是村民误杀班林 真的有必要处罚的这么重吗 二是20万罚款去了哪里 如何赔偿那些因为野猪灾害 遭受损失的村民 就这次案件来说 班林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刑法也有明确规定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罚金 经四川南山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被猎捕杀害的班林的整体价值 为5万元每只 而刘德华通过设置陷阱和养殖猎狗 间接杀害了4只班林 所以法院判罚的结果没有问题 而且法律作为约束社会全体成员的准则 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而降低判罚的标准 但是法院的判决理由却很难让人幸福 旺苍县人民法院认为 按照一般人的认知能力 刘德华明知道这里有班林生活 也应该想到可能会捕猎到班林 就不应该设置捕猎陷阱 更不应该养猎狗这种危险的动物 你养了猎狗就有故意捕猎的嫌疑 那么我们应该想想 既然明知道有国家保护动物出现在村民的住处 为什么相关部门没有早点将它们收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或动物园呢 村民用到陷阱和猎狗 无非是因为野猪破坏庄稼 让村民遭受了巨大 为什么十年过去了 野猪的隐患依然存在 如果当地没有野猪灾害 是不是村民就不会养猎狗误杀班林了 对此旺苍县网信办也做出回应 受到野猪危害的农户 可以根据相关政策 到镇政府保险部门申报损失补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听说有人打死野生动物判刑罚款的 却没听说有村民因为野猪拱了庄稼拿到补偿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最新版本 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 造成人员伤亡 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预防 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 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 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这项法规说明 相关部门有责任有义务 而且有资金 能够帮助村民减轻野猪造成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没有施行大 农村庄稼的损失很难量化 今天麻雀来吃一点 明天野猪来拱一片 上午来一群野兔 晚上又来一群野猪 这些损失根本就没办法由公职人员进行统计 一般只有几十亩上百亩田地遭受巨大损失的 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损失 没法统计 村民自己也就自认倒霉了 另外 政府相关部门缺乏相关的政策宣传 很多农民习惯了默默承受靠天吃饭的损失 平时又在田里干活 没有时间也没有途径去了解这些政策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补偿办法 而且政府部门办理赔偿的手续非常繁琐 受到的损失也需要及时取证 实施办法上明确写了相关负责人 应该在两天内完成取证 但是有可能会被拖延 在确证了是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后 村民要填写一堆申请表 经过层层递交审核之后 大概要过上三五个月才能拿到赔偿 以前村民们自己想想办法 勉强也能对付一些 碰到野猪 它要是不跑 你就得干净跑 体重达到300斤的野猪 一般的老虎都打不过 更别提拿个木棍的人了 现在因为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 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 在一些山区已经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 其中野猪就是一个典型 但是在听说了有人因为杀害野猪引发官司后 很多农民无奈的说 打也不敢打 防也防不住 眼看着庄稼被野猪糟蹋 却没有办法 甚至很多人都不敢种地了 今年我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野猪泛滥 偷吃庄稼的现象 这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政府部门应该完善和落实野生动物 致害补偿办法 加快野猪泛滥问题的解决 为农民的生产生活 提供更加安全放心的环境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闪电哥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沿岸